好 各位 我们现在来画 黄鲤鸟 跟桃花的夏季 喜欢我画的朋友 记得先按个订阅 来 开始画了 桃花 其实很多地方 它是跟梅花很相似的 可是它 不要区别一点它的花瓣 可能会不要尖一些 然后呢 它又会长 嫩叶出来 桃花的颜色 很多种 我们常见的有粉红 其实它也有 大红了 空这地方就让花长在前面 甚至桃花 甚至桃花 都有白色的桃花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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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桃花梅花 都有互半单半之分 而会画血液的 大家知道我们都画的 都是单半的 因为互半 那么小的花再画互半 会整个会糊掉了 所以很没有人家画互半 感谢观看 好 我们花大概画这样 我们要画叶子 刚刚讲过了 它这花呢 开的时候会长新叶子 在这枝的尾端 会有新叶子 它不是梅花啦 好 好 好 大概月子我们就画这样好 再来一个最讨厌的工作就是点 我们说点煤啊 然后这点桃花跟点煤花是一样 它的花耳跟它的花耳其实不是黑色的 可是我们用黑色的话会看得比较明显 一二三 这样点 这个在后面呢 这个 还没干 好 要等干一点再画哦 我现在是有点湿哦 好 好 花蕾也不是黑色的 花蕾也不是黑色的 可是我们用黑色的画 音乐很厉害 因为这张纸很薄 那然后 刚画完就花,还没干 这张纸很厉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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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还有一张纸很厉害 那张纸很厉害 这张纸很厉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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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也可以 讓它開一點點營賣 沉默河 好 大致上来讲 黄驴鸟跟桃花 就是如此 我们构图大概是这样子 就可以留下一些空白 好,谢谢各位 记得按订阅